让警局增添温度跟整情为大远国小美术班 最近特别的雾峰分局的人化派出所 打造了波利市的童话世界文化艺朗 有近40幅的作品 包括学生的集体创作的 立体创意图腾柱 还有平面故事绘本等 都让学生有一个展现了舞台 同学的作品也有助于提升警察同人的工作士气 心灵沉淀 欢迎民众来派出所参观打卡 同学们轮流介绍自己的创作 让参观者更加认识作品想法 不过这个展览地点不是在艺文中心 而是人化派出所 透过明代前线 让大远国小美术班的作品进到派出所 让这里更加增添温度与人情味 人化呢 是吃的 他们在买菜 有很多水果 妈妈叫我来画的 妈妈画之后 画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漂亮 派出所一般给人民的印象 应该是一种冷冰冰铁鸭门的感觉 那我们希望借由导入一些小朋友的作品 带来一种温暖艺术的气息 然后能够整个派出所给人民 有一种更有温度 更接近人民的一种感觉 学校表示这次带来近40幅的作品 包含有美术班三年级学生 集体创作的立体创意图腾柱 以及美术班六年级学生的 未来达文西手稿 以及平面故事绘本等等 创作媒材 丰富耳朵圆 作品感觉非常荣幸 因为可以让警察叔叔阿姨们参观 也可以让他们紧张的心情放松一下 三年级小朋友的童话很有趣 那其中有一个是在一进口的右手边 就有三年级所创作的立体 图腾的作品 小孩子很会说 他们说图腾是远从美国印尼安那边过来的 都有一些故事 台中市检查是首创 人都要帕子手 在王首长跟大英国小孩的合作之下 让这个帕子手 大家感觉起来硬帮帮玩 加了很多文化气息 意识气息 看了这些小朋友立法座 真正没感到 美术班同学的作品 让警察同仁直勤 也能有在家一样温暖的感觉 心灵也得以沉淀 有助于工作士气 到6月8号为止 也欢迎路过的民众进来 人话派出所参观打卡 一同欣赏精美的艺术创作 记者赖凑峰台中采访报导